咱们俩共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合作呢 让我非常地期待 我也很期待呢 一定可以从你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呢 谢谢你妈 辛苦了 这两天你也辛苦了 我长大到现在 念书 留学 工作 成家 我拥有的一切 几乎都是我姨妈给我的 现在 她没有别人可以依靠 只能靠我 所以 不能说辛苦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秦律师 这个案子你真打算接呀 怎么了呢 这个案子可不好办哪 你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十一楼的直达电梯了 我是怕影响你 这个案子办得好不好 这个案子办得好不好 跟我去不去十一楼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万一真的影响了 第一个过来放鞭炮的不应该是你吗 咱们律所上下这么多人 怎么也不该是你来劝我小心吧 秦律师 你看看你就是一直对我太有偏见了 我这个人啊 一向对事不对人的 我讲究的呢 是公平竞争 嗯 我也是呢 那咱们俩就没有意见分歧了 咱们俩共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合作呢 让我非常地期待 我也很期待呢 一定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呢 秦律师 你今天突然这么谦虚 让我真的好意外呀 那我也得好好跟秦律师 好好地学习学习 怎么才能变得如此优秀的 这个嘛 倒是天生的呢 不过李律师 咱们一起加油吧 我刚查清楚 VIP服务器名下三套住房的产权情况 已经全被抵押了 你等一下啊 你是说三套全部都抵押了吗 对 目前还不知道抵押了多少 得去银行才能详细查询 你能看到是什么时候抵押的吗 是 今年年初 那他名下那些商铺和写字楼呢 我已经委托好几家中介去查了 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知道 辛苦了 有结果立刻告诉我们吧 喂 你说 喂 李律 我在VIP的美容管理公司 这里的财务经理说 VIP的账户在年初就把公司的股份 质押给了几家小贷公司 因为之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 而且也都陆续缓上了 所以也就没有重视 但这次质押了不止一家公司 而且金额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万 现在每个月的还款压力都非常地大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觉得不是预感 喂 喂 嗯 好 谢谢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坑